处理思想是否重要? 处理情绪是否重要? 是很重要的 但是首先是处理思想 然后处理情绪 我们的人就可以健康 第一,你想以后 做人做得开心? 这是第一 第二,你想发挥? 到有一天,当你去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哇,你一生人 祝福了很多人 你一生人整天亲近我,你整天都很正面 流露出圣灵的广子,充满喜乐平安 想不想是这样的? 所以耶稣称赞的伯仁是什么? 你是由良善 由忠心 未说忠心之前,你一样是什么? 良善先 由巴渣 由残雞 由残雞的伯仁 不是做一个巴渣残雞的伯仁 而是做一个良善 整天都祝福人的 不要计较人的不好 耶稣看到人的不好 耶稣,人在你的心里骂你 你亲日神,他就骂你 有没有这样的? 神是柔和地感动我们 所以我们就看得到 神的方法是最好的 其实呢 大家如果有学过九形性格 就知道每一种性格 其实每一个性格有健康型和不健康型的 第一个性格呢 第一型就是 完美主义者 很想完美 神想不想完美? 想啊 很多人想完美是什么? 淋淋沉沉 整天都说人不好 这个方法行不通 但是神是不是用这个方法? 神是感动人 用爱对人 那些人不好,他依然爱 很多人觉得 没有理由的 为什么还是爱他呢? 耶稣就是爱什么人? 就是爱罪人 罪人就会改变 爱罪人的时候 不是去淋沉罪人 淋沉罪人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大家 其实很多人就会说 我太太对我不好 我最后夫对我不好 整天都 心里面有怨烦 但如果当我们整天 无论他好不好 我都对他好的时候 我们更加能够影响他们 你愿不愿意呢? 心里面有没有些不矩?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处理 因为你的生命提升 就在乎你怎么处理 你的负面的思想和情绪 当你处理 你的人呢 就能够越来越正面了 但当你不处理 你就会经常被那些影响 所以你觉得不矩 就是需要处理的 好 好了 负面思想的破坏性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我刚刚读过了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当一个人整天负面的时候 你有没有见过人 是由小到大都是负面的? 有 有 那他的一生果效是什么呢? 负面 你不开心的 我认识过一个人 一个姐妹是什么呢? 她未结婚 她就很不开心 因为没有结婚 然后后来她结了婚 她又很不开心 因为她丈夫 她看到她不好 然后后来她丈夫又离世 她又很不开心 就是她又没有丈夫 结了婚 和最后没有丈夫 都是不开心的 在一生人中都是不开心 就是有也是不开心 没有也是不开心 其实很多人很想结婚 结了婚发觉 人是不是会完美的呢? 是不完美的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原来你准备结婚 是要知道 接受对方是不完美的 在结婚之前 他的不完美 结婚之后都会持续的 除非你用爱慢慢去改变她 有些人就一世不开心 一生的果效 都不是那么好的 好了 而这样的人 是很难被神使用 接着下一点 就是神是很正面的 圣经是很正面 虽然圣经有指责 警告 圣经有说到 我们的神是烈火 很严重 不过 我要记实 神是烈火 是否对信主爱主的人呢? 不是 是对那些不悔改 不肯听话的人呢? 当你听话 你做得不好 你求耶稣赦免你 你继续努力去跟从耶稣的时候 神会不会用烈火对你呢? 不会的 神是喜悦的 忧伤痛悔的心 神必定什么? 不会轻看的 我们记实是一样 圣经里面的警告 是被那些不悔改的人 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悔改 他经常跟从神 相信跟从神 必定蒙福 神是时时正面的 人是很多时候 看圣经 没有看到那些正面的说话 没有把那些正面的说话 放在心里面 我们现在看看圣经的正面说话 马太十二章二十节 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 张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如果应用在人身上 会是怎样的呢? 压伤的芦苇 张残的灯火 会形容什么人呢? 就快死 病 就快死 或者是很受伤的人 对不对? 很受伤的人 情况很差的人 大家认不认识这些人呢? 情绪有问题 又没有朋友 经济有问题 健康有问题 整身又痛 有没有认识这些人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循环的 为什么循环呢? 不开心呢 身体就自然不健康 不健康呢 他又常常负面看 又更加不健康 当他看人不好的时候 他又猛疹 猛疹的时候身体又不健康 所以其实这个循环呢 不开心的人呢 发觉 头痛啊 腰骨痛是特别多的 那人开心呢 自然的人呢 健康很多 又懂得照顾身体 是不是? 这样做的人 是不是开心很多? 那有些人说 我已经是这样 怎么办呢? 一步步 你能够做的就是 一步步处理 你不会一声 忽然间变成 一个完全喜乐的人 但是你一步步处理 你亲近神 越亲近神就越改变了 但是神这件事 很柔和谦卑 是不是? 那个人都好像 人看上来没有希望 我经常都见这样的人 因为 很多人不找我 因为我在网上放了很多影片 在YouTube找叶牧师 或者你网上找叶牧师 会见到 有不同的叶牧师 不过我的影片是最多的 因为很多人见到 他就找我去帮忙 我也很乐意帮 我又不会计较 我听过很多不同的故事 我都知道很多人 是压伤那路 但是我依然去帮他 有时候有些人 我都觉得很难帮 但是我依然继续帮他 我们其实每个礼拜 都会有 礼拜一 我们有事奉训练的课程 训练他们 事奉 也都为人祈祷释放医治 每个礼拜一 四点钟 我们都有一个祈祷 祈祷福祉的时间 去帮助他得意志 也都是辅导他们 帮助他处理生命的 好了 跟着 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 神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答够他 因为他知道我很明白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诗篇说到 就是 你听耶稣的话 你爱耶稣 有些人说 你只爱那些 爱你的人 原因是这样 当一个人不爱耶稣 他自然对耶稣抗拒 是吧 如果一个人 和父母都 见到面都不说话 他的父母的好处 会不会来到他身上 不会 他经常都不喜欢父母 是吧 所以我们爱耶稣 心就打开了 还有爱耶稣 人的生命里面 就不会有很多 不会有很多污慰和罪恶 罪恶是破坏了神的 我曾经说过 神看罪恶 好像你去到那些 最臭的那些 洗手间 看到那些 那么骯髒的东西 那种的感觉 神是不喜欢见到的 而且神不可以接近污慰的 当人在污慰里面 整天都是怒怒怒怒 不开心 神想埋去都埋不到 就祝福不了他 但是你专心爱他 就怎样 神就要答够他 因为他知道神的名 他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你相信你能成为尊贵的人 那些声音好像很小 我想你想想你实际的情况 你以你现在实际的情况 你觉得你的生命 如下的日子 可不可以变为一个尊贵的人 可以 在人是难的 很多人呢 是整天都不开心的 整天都不开心的 这样的人 可以变为一个尊贵的 一个平安喜乐 充满力量 祝福人的人呢 是困难的 但我们一步步去改 每一日越多亲近神 越想到神的东西 改变我们的思想模式 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果子 慢慢你就越来越尊贵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不过这个是要刻意的 那我的教导叫做轻松得性 你上网看 你会见到这个教导的 轻松得性是说到 活在神的爱 神的供应 和祂的计划 然后处理里面所有的垃圾 所有的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被人影响 伤害 处理这些所有的 和生活方式 然后跟着发挥生命 我们人一定是需要 活在神的爱 而处理生命 然后我们的生命 才能发挥出来的 发挥生命很好的啊 因为我们人 只能够活几次啊 一次 你今早可不可以再活多一次啊 可不可以今早又再来过啊 没有 没有了 你刚才听漏了些 还可以听回呢 现场就没有听回 上网可以听回 过去的就成为过去 但是呢 我们可以触实现在 继续向前去 你想想触实现在 刻意地改变 但这个是一个心意 一个 即是在神里面的心智 你想不想以后做人 都是好像你以前那样 很惨 不开心 烦恼 猛症怒嘈 或者你说 很想呢 充满能力 充满信心 哈利路亚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我天天呢 其实呢 我都处理我的内心 我一样会有负面的思想 会的 自己弹出来的 你有没有试过 自己弹些东西出来 立即处理的 负面情绪会不会出现呢 自己会出现些不开心的 我立即感谢神 神爱我的 我是有很多原因可以起落的 我时时不断地处理的 好了 还有呢 马太 这将会安置在高处 我们每个人都变为尊贵的 马太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级 你们要 圣经说得很简单啊 难不难呢 关心天国 难不难呢 为天国祷告 关心人 向人传呼音难不难呢 我问过你 座地难不难呢 在太阳之下 座地是否辛苦 很辛苦 你传呼音的时候 为什么要传到 哇 哇 好辛苦啊 哎呀 好痛啊 好晒啊 要不要呢 不用的 你可以很开心 一路聊天 一路 改变人 其实不是那么难 还有让神的国 在你的心里面 神完全掌管你的生命 那你的生命就好了 你的思想意志 都是完全跟从神的方法 你的人就变得好 即是跟神更接近了 这样的时候 神喜悦你呢 神就将一切的东西 给你 所有东西 给你 让你一生是蒙福的 哈利路亚 我先讲一下 你有没有试过 有时候你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犯罪 然后呢 神就提醒你了 让你知道 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不开心 因为我在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神就会提醒你了 第一你知道了 然后呢 你就开始觉得这东西不对的 神不喜欢的 即是有破坏性了 然后呢 神就会给你一些经文 或者意念给你 你遥恕人 你祝福他 然后你就说 耶稣帮我 你就祈祷了 然后你就 后来你就听话 但有很多基督徒 神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说来说 你遥恕你丈夫 你对他好 不行 他这样 我一定不行的 神一路感动 一路感动 可能有一次的聚会 忽然间觉得 哎呀我真是很亏欠神了 我对我丈夫这样 我对外人又好 对她丈夫 硬是数她的不好的事情 于是有一天你就悔悔了 好了 我决意对她好 那么 有没有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神用的方法 我将它写下来 就是德性五报复 第一就是留意 重点字就是留意 留意到什么 什么不好的事情 负面的罪 思想 负面的情绪 猛争怒嘈 留意到什么 留意到自己立刻起床 立刻不开心 立刻处理了 第二 破坏性 有破坏性 有破坏性 轻松得性 就是用这个方法 得性五报复 第三 圣经 记住圣经 圣经的观念去处理了 圣经说给我们听 以什么对什么 以善性恶 以善性恶 圣经说 圣经说 我们应该对人的过范 要怎样 遥恕人的过范 圣经说到是 你们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们 即是时时是祝福人的 其实这个字 原文是 就是说到奉献和帮助人的 当你吸人的时候 和奉献的时候 就必有吸你们的 并且用什么 十足的星斗 连瑶 好像装一些米 又按压 按压 上尖下流 像米那样 尖了 下面就流到捨了 倒在你的怀侣 当你这样祝福人好不好 好的 这个圣经观念 你不要经常祝福人 丈夫对你不好 你可不可以祝福他 可以 因为你的丈夫改了 谁最得福 你自己得福 所以我决意用圣经的方法 善待他 接着呢 第四 祈祷 第五 选择信服神 选择信服神 这个得四五号曲 简化就可以一四五 一四五 一是什么 留意 跟着四就是祈祷 跟着五就是信服 选择信服 其实不难记 一起试一下 第一是什么 留意 第二呢 破坏性 就是深信任何的负面 都有破坏性 任何 你想不好的东西 想不好的东西有什么 破坏性 你想得不好的东西 结果是自己会怎样 受伤害 受伤害 人際关系不好 不开心 还有神不喜悦 所以全部都不好的 那你就知道它有破坏性 跟着呢 圣经的观念 就是多看圣经 圣经说 怎样做 我就跟着去做 跟着 第四呢 祈祷耶稣给我力量 感谢耶稣 祈祷也可以用恩典的祈祷 神一定帮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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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会加我力量 神会陪伴我的 我做得不够好 神都会帮我的 阿里雷 我靠着 我加我的力量 我靠着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 可以被提升 可以提升 全部都是正面的 用圣经的正面说话 跟着呢 我选择 你选择呢 神很欢喜的 当你明明一直都和你的丈夫不好 但你现在开始对她好 神会很欢喜的 某一个弟兄姐妹 你看到她肯定不够 但你开始对她好 神会很欢喜的 神见到你这样改变 神是很喜欢的 这个难不难记得 得性五报告 难不难记得 再说一次 不要忘了样子 第一 留意 第二 何为四 圣经 第四 祈祷 第五 尊福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神的方法 你有什么负面的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处理 或者一罪 留意到想犯罪了 想骂人 立即知道第二根是什么 何为圣经 第三 圣经 圣经 人的怒气 是不能够成全神的义的 然后第四是什么 祈祷 神就帮助我 然后选择 什么 信服 就是说 我生气都没用的 我想问你 那些人向你生气的时候 你会不会 改变 很愿意改变 不会 但有人对你好 你会不会改变 反而你会改变 所以我们用更多善良的方法 不是愤怒的方法 不是愤怒的方法 好了 下面有三个情况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何处理负面的思想 第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 某人有丈夫 丈夫有短处 也有长处 但她的太太总看到她的短处 心中常埋怨 常常向她发怒 关系就更恶化 她若常思想她的长处 也常欣赏她 她就更有动力去改善 关系也会更好 自己也能够更平安喜乐 这个讲到她丈夫有短处 又有长处 但是太太时常看到她的短处 就迷怨 又跟她发脾气 关系就恶化了 但如果她看到她的长处 时常欣赏她 更有动力的改变 首先可能有些人立刻反驳 我的丈夫是零好处的 是一样好处都没有 或者她总是不改的 第一没有可能 没有人是零好处的 就算她又不好 我们对她好 神都会欢喜 你相信不相信 你对人好 就算她不好 她负责她的东西 神都会恩善待你 而且你对她好 她总会柔软些少 譬如她一发脾气 一生气 你才会说 不要紧 我听到你说 我听到你说 没问题 我们一起去想 你的心不要因为她发脾气 而自己爆炸 但很多人就说 很难的 看到她发脾气 看到她眼火爆 就很想要 踩下她 这个就是人性 人性要对抗 但当她 就算她发脾气 最差最差的情况 你说 不如我们安静一下 那你就出门口 一个方法 这个比较是 有些情况需要的 有些情况 可能你就说 我听到你说 这个说话很重要 我听到你 我知道你不开心 你说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听到你说的说话 我知道你有困难 我知道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或者有人做得不好的地方 令你很不开心 为什么这些说话重要呢 是让她知道 你知道她的困难 但很多时候 我们不想说这句 我们不想承认她 是遇到困难令她不开心 我们接受 她是有些事情发生了 所以令她不开心 那么她的气 会顺了很多 但是你呢 你不用想她的 你不用生她的 你不用生她的 你不用想这些事情 这个是真的 不过她的情况 她想你感受一下她的感觉 一起说一下 她想我们感受她的感觉 不是要证明她错 不是要证明她错 在那时候你就想到她的感觉 她就会顺了很多 她会舒服很多 我想问你 你刚刚想发生事情的时候 有人说 对不起 那些人 或者我发生了些事情 令你不开心 你的怒气会如何 很大事 是 是啊 立刻顺了很多 对不对 所以有时的人就是这样 当有火气的时候 你就说 你就想到她的情况 我才知道你在这个情况 你会不开心的 他的心就舒服很多 但是我们有时候就不肯 每次都会哄他的 其实你哄他代表你是更加什么呢 更加成熟 你更加高超 你不要告诉他 有些人就是这样 做完才说 你看看你这么低 我高超过你 所以我娱说你 他听了他又不屈 总之说什么 不要整句话 很多人就喜欢整句话 好像你这样 哎呀这样的人 是我才能忍你 忍完他就加这句话 后果是好不好 不好的 所以呢 人有不好的地方 都数一下他的好的地方 我想问你 你世界上最 令你最受苦的人 他对你有没有好处 有 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 都有很多好处 我曾经有试过一次这样的意念 曾经有人对我很大的伤害 说了很多不好的说话 我就想 因为我曾经有这个心理准备 如果有一天我要受迫伯 我也愿意受迫伯 可能受迫伯 可能被人抓去坐牢 打 甚至要杀死 那我就跟自己说 我现在那个人对我都不及迫伯 他也没有人在打我 又没有人在打我 又没有人在罵我 他只是有时候说一些说话 我都不用看得那么重要 你这样想 都不是很大的苦 其实大家想想 你家里受的苦 是否很大 是否他每天找我脱子 打你 每天打你 每天捏你 每天打你 不断二十四小时轰炸你 其实都不是的 其实有很多说话 你不要跟他顶撞 就是 我知道你辛苦了 那会顺很多的 OK 第二 一起读 若A君对我们不好 很多人就会心中对A君很负面 就会怨恨他和自愿 后果是越来越痛苦 我们可以靠主连述 伤害我们的人 他们都是受了伤害 所以伤害人 神也必定祝福遵从他的人 我们越遥说他们 我们越无福 这个讲到就是 有人伤害我们了 那我们就很不强 很生气 很不服气 为什么他这样伤害我 越是这样想的时候 你越是想 有些人一世都是这样 哎呀 那些人对我不好 哎呀 全世界都不公平 当我越想的时候 他的心会怎么样 越将那些负面的 他越扩大 觉得全世界都不好 所以有些人就会奋世疾俗 想快点快点离世 为什么呢 他觉得做人很辛苦 真的 同一个世界 有些人会很享受 有些人很辛苦 是不是一定有钱的人就享受呢 不是一定的 是看你的心态 但是他看到人 他就看得很大件事 但是当我们明白 其实伤害我们的人 他都受过很多伤害 是不是 所以他会容易伤害人 我们就连出他 其实他小时候受过很多伤害 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会伤害我们 那我就会连出他 连出他又会对他好 其实他很需要人的爱 我就对他好 我又要遥恕他 因为遥恕他 神又欢喜我 又要遥恕我了 所以我不用计较他 就是有些对我们不好的人 我们就想一下 这个人为什么会对人不好呢 你有没有发觉 对人不好的人 通常都对很多人不好的 就是不是对一个 我们接受 其实这个人很惨的 很凄凉的 很困难的 心就不计较他了 而就说 我有很多福气的 不要紧的 他不会拿走我的福气的 好心想一样 一起跟我说 神在生命桥没有计划 神在生命桥没有计划 神在生命桥 没有人能够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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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的内心 使我的内心 令我生活痛苦 什么意思呢 人们骂你 那些说话在空气 震动一下 就会消失的 你不跟他顶颈 他不会一直骂 那你就会告诉他 我听到你说的 好吧 我留意了 多谢你提醒我 他又会 服了很多 他又会很多 你尽量每天都对他好 又对他笑面 但很多人又不笑得出 看到他很苦 其实这样的人是很孤单的 你越是能够笑 你不要取笑他 你看到他就开心笑 他说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很开心 哈哈 他说你以前不是说 我有很多不好的 但你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 那我去完教堂 听完 都是数一下你的好东西 都有很多好东西 所以我看到你 我就开心了 他又觉得 哇 这样也挺好 教堂也挺好 不如我也去教堂 教堂教我 看你的好的东西 这样他的人就会慢慢被你软化 一个人柔软接受 例子 曾经有试过这样的情况 有些恐怖分子 抓了一群人 但有个小女孩 她又不表现出害怕 她又信耶稣 跟她说一些柔和的说话 可以将这个恐怖分子 整个人相信了 就是愿意放弃 为什么呢 因为她看到 就是这个小女孩 会对她的接受 就是人有时这样的 好恶的人 她见到一个柔和的人 对她有爱 她会改变 整个人改变 有时有些人说 个儿子 哎呦 整天都不听话 怎知道她认识了个女孩 她就整个转了 整个顺了 不过结婚又不顺了 结婚又开始发现 太太又又 很多人呢 未结婚就很 很顺 一结婚开始就算不好了 其实这个因素呢 是因为人有一个性格 就是很多女性的责任感 其实这个是好的 责任感呢 首先我说过 就是太太通常会照顾家 有没有饭吃啊 家里乱不乱啊 她很留意到那样的东西 但当她留意到一样东西 她就会 看到不好 她就容易猛了 其实是出于好意的 猛的时候呢 那个丈夫就不喜欢了 其实她用另一个方法的时候 就会更加好的 所以如果太太猛了 你就说 其实你都是关心我的事 我多谢你 我都尽力去留意 我们一起去做 那你的太太就純了很多 但是很多丈夫又不肯 对啊 这样呢 好像很低威 但是其实大家 就是享受 是吧 其实 什么时候都可以享受 我和太太 其实我讲这些例子呢 我主要是想告诉你 我们如何实际 生活上去应用我们所学的 譬如我们 我住那里有专线小巴 那 几个字一班 有时呢 去到刚刚走了 那我立刻会说 不要紧 我们现在拍拖 就是在等车的 就是用个心态 现在拍拖 不是一定要想着 哎呀死了 又迟了班车 没什么所谓的 是吧 不要紧的 这样的时候 正面心态 很多不好的事 都可以变为正面的看法 行不行 其实这个不是阿Q精神 我实际上 在那段时间 就和太太聊天 他就很欢喜了 我都令他开心 我整个人都会开心 是吧 所以你令到你的丈夫开心 你的丈夫更开心 你又更加开心 是吧 所以回家就试下这样做 好了 第三 一起读吧 有些人会天天想像自己命苦 家人不好 事情困难 就活得痛苦 若他所算他有的 可能看到很多好的东西 他若不注目在自己没有的 又尝感谢主 就能够平安喜乐了 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或者有时自己觉得 哎呀 那条命好苦啊 父母又不好 丈夫又不好 差点儿子又不好 哎呀 真的让人都不好 最好自己 啊 最好自己 其实他不是的 这样的人通常觉得自己都不好 他觉得让人都不好 很惨 即觉得很苦 是的 来到世界不好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可以扭转的 怎样呢 丈夫不好 我们就尽量对他好 是不是 尽量对他柔和 他会改变 这里有没有人试过 你对你的丈夫好 或者太太好 他真的改变 你有没有见过的 请你举手 有几个 好少 是吧 他小小好 感谢神 一欣赏他 哇你今天很大改变 你今天 你跟我聊天 我觉得很开心 能不能说得出来 可以 你这样说 他真的会改变的 这个就是欣赏了 但是 不是很厉害的 是不是 他觉得这么少 我赚他这么多 其实他改变少少 你觉得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那你开心 你就多些开心 多些开心 他又更多改变 那就会提升 是不是 其实圣经里面 我们也看得到的 那些门徒有时不听话 但是耶稣 他不是用一个负面的方法 对他们的 比如 彼得要否认耶稣三次 耶稣说 我因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略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 他不是跟彼得说 你有没有搞错 你真的要打醒你 因为 跟我三年 我行那么多神职 还要否认我 有没有搞错 你 耶稣是不是这样 不是 我因为你祈祷 我一早知道你的情况 我因为你祈祷 叫你不至于失略信心 你回头之后 你就坚固你的弟兄 是不是很正面 神就很正面 神经常都想帮人 所以 如果我们的心里 觉得自己命苦 有没有人在这里 觉得命苦 有没有人 有试过想 哎呀 都是 很多人想过 哎呀 快点回天家好些 哎呀 做人难了 其实你另一个 我改变到我的家人 些少 我就已经一步步得胜了 我在世上 我还能祝福更多人 神又更喜悦 我有更大的赏赐 神又今生祝福我 这样的心态 就不会说我快点 快点快点 耶稣快点回来 我快点不用活在世上了 如果你有这个心意 这个心智好不好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快点回来 我快点 不用做人好不好 这个心智好不好 这个心智不好 虽然他是想耶稣回来 但是呢 他是为了自己 不用做事 但是当你开始 欣赏你有的东西 开始对人好 开始经常享受神 其实最紧要得力 是享受神 经常得力 享受神 阿美耶稣 哈利路亚 那你的人越来越平安 起落了 这样的时候 你发觉做人可以享受 你有没有享受呢 有没有享受呢 有没有享受啊 真的有享受生命的 真的有享受 即是现在享受生命的 有几个是这样的 那些觉得难的呢 其实可以开始 你想想你好的人 我教大家享受 放松和深呼吸 你试一下 黑白眼 神造的空气 和我们的肺部 我们的身体 你放松就已经是很舒服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每日享受的 喝水又舒服的 吃东西又舒服的 是吧 见到周围的又舒服 你和你的先生太太 不再拗紧 大家说一些好的说话 又会舒服 有人聊聊天 有时你想不到 说些什么 和他按摩一下 做一些他欢喜的事情 你都会享受 由两个人去公园走走 其实香港现在 真的很多漂亮的公园 弄得很漂亮的 很多地方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比如在香港公园上 在金钟地殿堂上 有个大鸟笼 很多穿在里面飞的 你可以看 其实很多地方 大埔海滩公园 也是 很多不同的花 其实很多地方 都是种得很漂亮的 这些我们都可以享受 感谢神仓造 那么奇妙 那么漂亮 去看一下溪水 很多地方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的 很舒服的 放在脚内泡一下 很舒服的 那你就享受生命 享受神 还有帮到人 看得到改变 感谢神 就不要说帮完他 他又不听话 不要紧要的 你做了你的部分 继续帮他 神有喜悦的 可不可以享受神 可以 享受神 你的心态就不同了 其实你有现在的事情 可不可以享受先 可以的 你这样 一天一天 越来越享受 人越来越喜乐 平安 你的思想都会改变 你要说 就算世界有不好 不要紧要的 最紧要是我得到神的好处 很多人 为什么不开心呢 为什么思想不好呢 就是总是看到不好的东西 这个世界有不好的 我都看到的 不过 不过他不好 不关我事 虽然他可能 令到我有些不好的说话 但我不会放在心上 还有他有些不听话 他自己受苦 我都想祝福他的 但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可不可以这样 心态 我们一起说 有人不好 我不需要受他影响 我不需要受他影响 他那些负面说话 在空气不够一秒 就消失了 我不用捉住他 放手 他说完又得他 所以入有意出 所以入有意出 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会吃虧的 我听耶稣说 亲近耶稣 整个生命就改变了 人人可以享受神 阿里路亚 感謝耶稣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我所说的可能你说 牧师你讲得太容易了 我的生命太苦了 你讲一些说不到 不行的 我那些不行的 你那些不行 我那些不行 但我想说给大家 其实我生命一生是受过很多苦的 我都说给大家听 我以前有发恶梦 梦游 我试过最严重的时候 在梦中就在那里 起鳳墙 怎会发现呢 起鳳墙是 在起鳳墙里面起的 封住了 接着我就用来打鳳墙 因为那些不是硬墙 那些浓 打穿了个洞 即是那时候 里面那种压迫感 去到这样的程度 但是呢 我可以在神里面慢慢 转转鬆 是很好的 我也曾经试过有 巨炮感在心里面 但是呢 我经常都说 神在爱我 我真的在做神的事 我真的在喜悦神 亲近神 我又在做神喜悦的事 其实神很喜欢我的 我不用不开心的 我不用觉得有些人不喜欢我 所以我就不受的影响 我不需要受的影响 我是神所喜悦的人 我是可以大大发挥的 那我的心就很正面 越来越正面 你都可以的 你是不是在做神喜悦的事 是的 那你就可以开心 你看我 大家一起跟我说 我是在做神喜悦的事 我是亲近神的 我是遵循神的 我是荣耀神的 我是荣耀神的 神喜悦我的 我是很特别的 我是很尊贵的 哈利路亚 我是享受生命的 神会大大祝福我的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